欢迎大家来到这里,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爱情胜过金钱,老人八万底价,最终一万成交 这是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,有位孤独的老人,无儿无女,又体肉多病 他决定搬到养老院去,老人宣布出售他漂亮的住宅,购买着文讯蜂涌而至 住宅底价八万英镑,但人们很快就将他炒到十万英镑 价钱还在不断的攀升,老人身陷在沙发里,满目的忧郁 是的,要不是健康进行不行,他是不会卖掉这栋陪他度过大半身的住宅 一位一若朴素的年轻人来到老人眼前,玩下腰问 先生,我也很想买这栋住宅,可我只有一万英镑 可是如果您把那个住宅卖给我,我可以保证让您依旧生活在这里 和我一起喝茶,赌宝,散步,天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相信我 我会用整颗心来照顾你,老人微笑的把住宅里一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他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完全梦想,不一定非要冷酷的施杀和欺诈 有的时候只要你拥有一颗爱人之心就可以了 好了,如果你渴望成功,追求梦想,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 点赞,分享,让我们一起启程吧 点赞,分享,订阅这个频道